内力沉稳显真功,心随意动意自容 大家好,这里是羽毛球蔡嘉童 上期节目,龙虎之争的主旋律是提速抢攻大战 而进入次局,随着体力精力明显消耗,状态起伏变大 双方的博弈愈发艰苦 在抢攻这道明线之下,双方的争夺又多了稳定性这道暗线 本期节目我们就紧接着上期视频继续对本场比赛进行精心化复盘 那么话不多说,马上开始节目 首局一时,又是熟悉的多拍 在首局,这是虎子喜欢的节奏 注意看一个细节,虎子的起球全部都起到了龙哥的正手底角 这是为了削弱龙哥的进攻,等一下我们再解释原理 虎子终于交出头顶高球,但相当到位,龙哥没有强攻 最终,虎子回搓滚网 在复盘本场比赛的过程中,阿童搜集到了四重信息 这个回合揭开了第一重,那就是虎子的往前比龙哥好 在香尺中加质量转进网,放网抓铺的成功率相当高 龙哥猝不及防就丢分了,这样的斗网得分后面还有好几个 随后又是一段香尺,互相控制四个角 最终,龙哥边线单刀直入得手 控制正手底角之所以能够削弱对手的强攻 是因为退正手需要先转宽,所以他就是比退头顶要慢半拍的 但正所谓站位的选取和机会的抓取息息相关 仔细看龙哥,放网之后站到了偏右场 以此强化了正手抓取的速度,抓取的快抵消了转宽的慢 虎子无休止的控制手最终换来了龙哥针对性的抓取强化 这是龙哥的信息搜集 下一分,虎子开局头顶斜剑突围 虎斗网占优,龙起球到位 最终,推过顶加抓抛高得手 虎子这一分赢在主动提速,攻得积极,跑得积极 本来实力就接近,再提提速完全是能够突破龙哥的 虎子过季重施,开局杀加推 头顶二刹斜线,不慎脚滑,快速调整 龙犹豫软掉,虎重复起球,龙抓推得手 龙哥局出顶住了虎子的提速强攻 把虎子拖入了强攻熄火,这是跟坊强化 随后又以合理的站位抓到了对手的来球 这是抓取强化,跟坊和抓取都归功于信息搜集 龙的方向对了 随后正手抓突击再砍一分 远往抓回放再砍一分 远往球路并非万全之策 在过往的多期复盘中我们基本得出了一个结论 那就是平抽球路可以克制远往球路 再加上虎子挡票了,龙哥果断向下抽压 下一分还是多拍相识 虎子抢勾,龙被动低点回放 虎子头顶斜线突围,出界 龙还以颜色,头顶杀斜线 虎防守反击 最终,放网抓扑得手 这里对应的还是刚才提到的第一重信息 虎子的往前比龙哥占优 比分来到12平 双方有再次进入抢攻大战的味道 虎头顶连续进攻 被龙逐渐化解 龙反击,滑板骗推将横向连贯抓推 虎上当只好倒地不救 最终,龙前压抓回放 抓了个季末 又是一次虎子的往前取胜啊 龙哥的内心默念了一句文言文 下一分,龙过季崇尸 但滑板骗推未遂 最终,龙阵手推击加回放下网 这个下网出现的时机相当不利 无疑会让龙哥的斗网心态雪上加霜 重看慢放 龙出球之后做的是横向连贯步伐 想要抓虎子的推直线 但虎子没有顺着龙哥的剧本走 刚才上当之后就识破了龙哥的陷阱 这是信息收集 随后,虎子一个蓝掉得分 一个拼落点得分 成功把优势拉开到16-12 这一阶段揭开了童哥收集到的第二种信息 龙哥的精力波动 回顾过去的三个回合 龙的丢分是有点草率的 首先,当然是因为虎子打得确实好 但毫无疑问 同时也因为龙哥专注度下滑了 才给了虎子如此轻松连续砍几分的机会 有种半卖半送的感觉 索性,龙哥及时地调整了过来 头顶拼落点 加封网追回一分 和上期节目一样 虎子这里又是输在了跟抽意识上 面对龙哥的评抽介入 能看出虎子显然是带有反击欲望的 但在执行上不够坚决 习惯性地混入了单打过顶思维 脑子想做平抽反打 肌肉记忆却加入了推球弧度 龙抓得很开心 继续看下一个回合 有一个细节 龙哥这次没有滑板加横向连贯抓推了 而是滑板加快速抢网 仔细对比两次步伐 这是想抓横向连贯 所以上网有明显的二次调整 而这是想上网抓回放 所以脚下的顺跑非常流畅 正所谓步伐的选取和机会的抓取息相关 作为对比 虎子提前退右脚想要抓直线抛高 结果就被龙回头掉 丢分了 从被动程度来说 这个阶调应该不至于让虎子丢分才对 所以这一分也揭开了阿童收集到的第三重信息 虎子体力不知开始脱节了 后面几分会更加明显 我们接着看 最终 下一分 虎加力过度未远往 龙平抽介入 虎举拍反打得手 虎子在平抽吃了那么多次亏 总算是聪明了一回了 接下来又是多拍相持 龙斜线突围 沙甲钩 虎反击 最终失误 再看下一分 也是多拍敖战 龙抓过度风网未碎 最终 虎兹再次脱节 在太极的博弈中 双方的位置和手局互换了 略微占优的人换成了龙哥 虎兹先是皮掉下网 再是回放下网 再是相识脱节 这些丢分都指向了虎兹状态下滑的本质 打到这里 原以为龙哥稳操胜券了 但怎料接下来却发生了意外性拉包弯的事情 先是虎兹的斜线拼落点 再是龙哥的多拍失误 从数据来看 龙的多拍回合虽然占忧 但不代表一分不丢 这个阶段 他的状态也难免会有所下滑 然后是反手下压出界 这三个丢分同样给人一种半卖半送的感觉 虎兹打得好 加龙哥经历起伏 两件事情同时发生 让虎兹一口气拿到了三个绝点 接下来进入龙哥的追分赛大战 龙的防守反击 虎的主动失误 虎兹多拍脱节 那么这几分呢 也是可以分析出虎兹现阶段的想法的 简单来说就是薄快薄变薄细 优先求秀 次要求稳 这也是拿度对龙哥常用的关键分思路 因为不管是虎兹也好 拿度也好 面对龙哥这样的对手 关键分薄少拍不一定赢 但魔多拍几乎一定输 只有尽快砍分才有一线赢龙的生机 哪怕增加失误率也在所不惜 尤其是在手握三个绝点的情况下 如此高的容错率也给了虎兹搏杀的底气 时与其年终小组赛 也是在手握三个赛点的情况下 连续搏质量 才好不容易从安赛龙手上拿下第21分的 可惜这样的剧情 没能在虎兹这里上演 而面对虎兹的最后一波冲刺 龙哥自然也是以暴之暴 接下来进入最后的提速抢攻大战 虎兹提速抢攻 放网抓扑得手 这是虎兹的厉害之处 斗网环节压了龙哥一整局啊 哪怕在较弱势的阶段也同样不遑多让 随后再次回归提速抢攻主线 虎快速下压抢网 随后龙牢牢把握着后场球权 而同一时间 虎兹马上强化中田场抓取 对龙哥的下压采取快挡快勾处理 积极制造前后吊动 最终想要放得更贴边线 结果出界 这属于加质量加得太偏激的情况 但很难评价这样做是好是坏 因为眼看即将又要形成多拍相持 虎兹要是不博质量的话 大概率就是丢分告终 这个失误所暴露出的 是虎兹的多拍底气不足 龙把虎打切了 下一分虎兹再次博质量追回一分啊 这就是刚才我说不好评价虎兹策略好坏的原因了 比分来到22平 龙提速抢攻 虎非扑就球 龙提速二杀 虎咬牙反击 虎博质量 龙高挑 虎斜线博杀 龙挡网抓回放得手 虎的思路还是没变 博杀就是为了博快 两次博杀都已是超负荷 龙哥只要顶住 虎兹自然就变哈吉米了 这也揭开了本局比赛的最后一重信息 龙哥的内力深不见底 打到现在依旧速度不减 相比之下 虎的状态已是相趋甚远 那么最后这一分呢 龙哥也试玩了个小轨迹 纵观全场比赛 双方的正手边线突击 都采用了最有威胁的单刀直入路线 唯独是最后这里 龙哥选择打中路追身 出乎了虎兹的预料 当年看完这场比赛之后 虽然虎兹输了 但阿童还是被他圈粉了 虎和龙的关系 其实有点像林和李的关系 虽然其中一方更强 但只强了一点点 没有十足必胜的把握 一不小心也会有输球的风险 虎兹难缠并不奇怪 但以这场比赛为例 哪怕在体力弱势的阶段 他还是能够分析局面 源源不断地找到得分的方法 而且每每能够成功执行到位 这种人间清醒的头脑 坚定不移地执行 临危不乱的心态 就是我焚他的理由 这也是他能够成为 顶尖高手的重要筹码 该搏杀就搏杀 绝不狗多拍 这才是男子汉应该有的样子 打超一流尚且打成这样 也就不难理解 为何能够称霸一流阵营了 感谢收看本期金极话复盘 关注我 我们下期见